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前面的节目当中 看部已经给我们介绍了说学佛有三条道路 而且也给我们介绍了三条道路的目标是什么 我觉得这可能是给我们看了一下三条道路终极的一个美丽的风景 我相信大家听到了之后都会想要扬帆起航了 但是如果说我们要远行的话 就要自己准备好资料 做好攻略 我们得要知道说这条路上我会遇到什么呀 我需要做什么准备呀 然后我要带足多少的钱 粮食我才能上路 所以也想请教一下看部 这个三乘的每一条道路 它过程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需要经历什么 需要去文思修行什么 三乘 首先第一 任天成 他首先他的基础 就是他坚定不移地相信 人的专事轮回 这第一 然后同时就是相信 善恶因果 这就是他的这个坚戒 他的官殿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 就是他尽量的心善 端额 然后在这个上面 他也可以搭坐 禅修 这样子 那么这样以后 通过他的这个 他的官殿和他的方法 最后就是可以达到他的这个目的 那是完全是没问题的 然后 小乘佛教的话 首先他需要有 他的见解 就是需要有这个 人无我的智慧 然后呢 需要有出力心 然后有了这个出力心以后呢 那么这个小乘佛教里面呢 有一系列的 他的这个人无我的修法 和这个 他的处理心的修法 那么通过这些修法 就最后就可以达到 这个阿罗汉的国位 也就是脱离了轮回 脱离所有的这些痛苦 最后也能做到 那 打成佛教的话 首先第一个 他要证悟 他就是要证悟空心 不仅仅是人无 他要证悟空心 然后呢 需要有菩提心 然后 打成佛教里面有 这个一系列的 这个空心的修法 和菩提心的修法 然后这些修完了以后呢 他就可以达到他的目的 就是成佛 简单地说 就是这样子 那您刚才给大家 介绍了一下这三秤 应该说是学修道路 当中需要去学习的 一些这个功课 然后最终达到的目标 对对对 嗯 嗯 那其实在这个过程之中呢 我们也是会遇到一些问题 比如说啊 这三秤之间 有没有次第的一个 文思修行的关系 其实在做节目之前呢 我们也收到过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 嗯 这个师兄的提问是这样的 学佛应该从易到难 循序渐进 因此是否必须先学人天秤 再学小秤 最后才能学习大秤佛法 那关于这个问题呢 因为咱们现场呢 这个七位嘉宾啊 可能大家心中也会有不一样的答案 如果大家认为 他说的是对的 就要按照这样的顺序 来文思修行 就请大家写是 如果大家觉得不是 就请写不是 如果大家觉得说不一定 那大家也可以写不一定 我们看来这 大家对于这个问题 答案还是挺明确的 那就从非夜开始 我先看您的答案 你好 我的答案 不是 为什么觉得不是呢 因为我感觉 可能每个人对佛的理解 不太一样 所以他理解不一样 然后就可能适应 百度他的那辆车 他就不一样 可能选对最适合自己的那辆车 是 我觉得这样才好 可能没有最好 只有最适合是吧 对 是的 谢谢CE 我们再来看看何勇 不一定 不一定 那为什么不一定呢 我是觉得 其实每个人的需求不太一样 然后呢 比如说我觉得 人天正就挺好 可能后面就不用走那么远了 这样就可以了 对 您这个答案也很有典型性 谢谢您 我来看看易阳 我选的也是不一定 也是不用走太远吗 不是 我是觉得每一个人的追求和情况 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肯定就是 有的人是追求的 就是世间的 有的人会追求自己解脱 也有的人会追求利益更多的众生 那肯定每个人的想法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肯定是不一定的 嗯 谢谢一样的答案 咱来看看宣赫 也是不一定 你们四个是这个 三位啊 是互相看了题吗 没有商量 那您说说您的想法 我给的不一定的答案是 我觉得是因缘 对 就是每个人 就是接触到佛法的因缘和 就是我们见到佛像 以及读佛经的产生的那个理解 其实我觉得都会有一些微妙的差别 从一个就是如果我是这样理解的 如果从一个知识体系来讲 我们是次第的去理解和了解 然后我们从这个广义的角度来讲 也认为大家需要这样一个过程 但是究竟具体来讲的话 我的观点还是说不一定 因为每个人的因缘不同 嗯 因缘不同啊 所以呢 这个可能选择的道路也会有不一样 嗯 来看看 学家您 不是 嗯 啊 非常坚定啊 为什么不是呢 嗯 学习是循序渐进这个 我觉得是对的 但堪布刚才说的很清楚 乘是车 就是三辆车嘛 我选择哪个是我自己的 就是选择 不是从任天乘到小乘再到大乘的 我觉得是这样 嗯 既然有三辆车 选自己的让别人说去吧 是吧 哈哈 谢谢薛佳宁 我们再来看看森心 是 哎 您这答案跟其他人不太一样 啊 为什么是呢 嗯 这个从意到难 循序渐进 我感觉这是学习任何一个 包括世间的学科 所有的一个规律 嗯 跟盖高楼一样 你滴滴打不好 往上也盖不很高 呃 刚才堪布说过这个 呃 任天乘的话 要深信轮回和因果 如果说你深信轮回和因果都不相信的话 你直接去学小城 那是不可能的 那大成就够不用说了 所以说呃 我感觉还是有一个这样非常鲜明的一个刺激比较好一点 嗯 就把根基打好 嗯 孙心说得好像有点道理啊 这个因果轮回都没有限 怎么去解脱呀 成佛呀 呃 但是具体答案一会儿等堪布揭晓哈 咱们先来看一看穆希的答案 我也选择是 哦 你们俩有穿通过答案吗 没有 那听听您的答案 对 我也同意这个孙心的看法 而且我在那个白玉经里看到一个故事 就是说有一个就是愚蠢的人 比较笨的人 他看到别人家的那个三层楼 特别漂亮 所以就找来木匠 也想要盖一个一模一样的这个楼 但是呢 他跟木匠说他不要第一层第二层 他就要第三层 所以那个木匠觉得非常的可笑 他说你没有第一层和第二层 那怎么能够盖第三层呢 所以我想既然这三层 它是一个循序渐进 是一个次第的话 那么我觉得必须要下面的两层做基础 然后循序渐进地修行 嗯 穆希在孙心师兄的这基础上 引经据点了 这个看来好像很有道理 但是具体有没有道理呢 还得听听看部的解答 到底这三层需要不需要先学人天 再学小城 再学大城呢 是这样的一个次第关系吗 这个就是要看人 我想比如说有些人呢 先学人天 然后呢 再进入小城 最后进入大城佛教的 也有这样子的人 但是这个可能是比较特殊 然后呢 多数的人呢 就不需要这样子的这个顺序 可能有些人呢 直接 就是因为他是大城佛教的根基 所以直接就进入了这个大城佛教 然后有些人呢 直接就是小城佛教 然后有些人呢 一开始的时候呢 对大城和小城 没有不甘心取 他没有这个需求 然后呢 去追求这个人天的福报 那这个 就一开始就直接 就进入这个人天佛教 这个都有 比如说我们城市里面的这个 比如说你打个车 那也不一定 首先是 骑自行车 然后呢 再换个出租车 再下来再换个公交车 然后等等等 这不需要这些 然后再换个地铁 他不需要这样子 但是呢 特殊情况下也会有这样 也不排斥 这也不排除 因为特殊情况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先骑自行车 然后就是这个滴司 然后呢 这个公交车 最后就是地铁 这也有可能 这也不能说完全不可能 这也会有这样子 但是一般的情况下呢 都是先就是宣这个 自己的 自己喜欢的 那么这个呢 可能是跟各种各样有关系 第一个就是跟他的上师 有关系 然后呢 第二呢 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成长的环境 也有关系 比如说南传佛教的 所有的人呢 都是学南传佛教 其实这个里面呢 也有很多人 实际上是可以学大乘佛教的 完全是有的 但是呢 因为这个环境 跟他们的这个上师 那就是现在时 目前就是在学这个 小乘佛教 大乘佛教也是 比如说我们 藏传佛教跟这个 汉传佛教的 所有的这些 佛教徒 都在学大乘佛教 但是实际上呢 这些人当中呢 也有很多很多 实际上就是适合学 人田佛教的 适合学小乘佛教的 还暂时没有办法 这个发菩提心的 这样子的人 也是会有的 所以这些 都是要看人 有些人是 就是根据这样子 先学人田佛教 再学小乘 最后达成 这样也有的 然后呢 我们刚才 大部分的人就说 不是 不需要这样子的 这个 循序监禁 这也是对的 也不是一定要 这个 经过这个程序 那不是这个六成 所以一开始就是 这个小乘 大乘 这样子 但是有一个是 从大乘佛教的 角度讲的话 那这个像 《妙法梁华经》 它讲的非常非常的多 这个方面 讲的也很清楚的 最后呢 大家一定会学 大乘佛教 他们每一个人 一定会 成佛的 那从这个角度讲的话呢 比如说 他先暂时 是学小乘佛教 现在是还没有学大乘 先暂时学人田佛教 还没有考虑 这个小乘和大乘 但是呢 并不能代表 他永远都不会学 他有可能 有过一段时间 或者是下仪式 或者有可能这仪式 他了解了这些 很多佛经的 真正的 深奥的意义 以后呢 他就开始 觉得这个非常有意义 然后呢 从这个仁天 就转到这个孝称 然后再转到这个大乘 最后呢 所有的众生 都是要成佛的 从这个角度讲呢 也会有一个 这样子的顺序 所以这个我们 刚才讲的这个 不是和不一定 那这些都是对的 然后说是 那也个别的人呢 或者有一部分的人呢 也是 因为他的根基 就是这样子 现在 这个两位嘉宾也说了 现在就是他 考虑的 就是这些 生活的层面的一些 这个事情 他就追求这些了 所以呢 他就不会 不可能去 追求这个 解脱和成佛 所以他现在 一定要学这个 然后呢 有一天呢 他就接触了 这些小成佛教的 一些观点的时候呢 那他的因缘就在这 他也就学这个 然后最后呢 学大乘佛教的 所以佛教里面就讲这个 有一个叫做 布丁的根基 布丁的根基呢 就是因为叫 他的因缘 就决定 他学什么 他的老师 他的环经 和他的教育 如果是大乘佛教 他就会学大乘佛教 如果他限于 找了这个人天佛教的 那他就先会学人天佛教 那这种人的话呢 有可能这样子 一步一步地去学习 所以 我觉得我们的这个 极为嘉宾的这个回答呢 都有这个道理的 但是多数的人呢 是不需要这样子 一步一步走的 多数人是这样子 看布您刚才提到了 一个不定根基 不定根基在 这个所有的学佛人里面 算是大多数还是一小部分啊 嗯 这说不清楚的 这个布丁根基 就是有三个根基啊 就人天佛教的根基 大乘和小乘 还有布丁根基 不一定的这个根基呢 就是因为他的因缘 就会所改变 那这个也有很多的人的 那如果说 比如说啊 这个遇到了 不定根基 这样子的一些 这个佛教徒 或者是众生啊 比如说我们需要不需要 去帮助他 就是找到自己合适的 这个方向 比如说引导他 去学修大乘佛教啊 等等 嗯 这当然是很好了 比如说 比如说 我们南传佛教和这个 大乘佛教啊 平时我们交流 不是很多 有些时候 就可能是一些 国际性的 这个佛教的会议啊 或者是国内也有一些 这样子的 全国的这个 佛教的一些这样子的 座谈会啊 那些上面呢 有些个别的 代表 就是可能有交流 但是呢 大多数的这个 僧众啊 僧人都是没有这样子的交流 如果这个有一个 全方位的这样子交流的话呢 那么这个南传佛教当中呢 也有很多很多人 会学大乘佛教的 像泰国面殿这些 跟这个云南的 这个上座部当中呢 肯定有很多人 学这个大乘佛教 然后我们藏传佛教 和汉传佛教的 这些佛教徒当中呢 也肯定会有 很多人是学这个 小乘佛教的 会有的 但是他现在为什么 就是因为这样子分开了呢 那这个 这种抵御性的这个分开呢 就是跟他的 暂时的跟他的这个 教育啊 弘扬佛教的方法 有关系了 如果有一天 大家全方位接触了以后 交流了以后呢 然后就不一定这个啊 云南上座部 不一定全部都是 学小乘佛教的 然后呢我们 比如说 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的 还有日本 韩国的 那他们不一定都是学 这个大乘佛教的 因为这个现在还 交流 是什么呢 还不够 所以现在 都是各学各的 嗯 所以其实 听您刚刚这么一说啊 如果说要更多的交流的话 可能能够帮助大家 更快速地 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 是 应该是这样子 感谢刊部做客 回登问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如果见mara 好吧 ad 这 hm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